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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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所以这次我们就要去日本的大阪 京都 还有奈良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行程 因为我们要去霸天气业 我们两个行李的机场 剩下一个手执行 就是1000公里的Voyage 非常好用 它很轻 才大概2.9kg 诶 2.8kg 了 我们的飞机是凌晨1点15分就要 boarding 了 然后1点55分起飞 我们现在才12点25分 要等一个小时多 祝我们旅游愉快 看到了吗 我们在 Kansai P6 开门了 走啊 不知道 我们要上机了哦 对 上机了 对 上机了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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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到了 Kansai Airport 所以现在我们有几个 mission 就是我们要先去 claim 我们的 voucher 先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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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十点钟 我们赶了 现在要省一点 就要转车去 Oksaka 了 现在我们还在机场 哇 我感觉其实要拍 vlog 真的是不难啊 尤其是當你要出來旅行 要拿Langage那些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旅店Ticket 這個Ticket要走 Hi Carmen Hi 你在幹嘛 所以這個是今天我們會搭的Train 我們要從機場帶去Osaka Station Number Station OK,到站之後我們就立刻把行李交給酒店 然後就跑出來逛街了 所以我們的第一站就是來到Totomburi 它距離酒店才10分鐘的距離 然後這裡是很熱鬧,很多東西吃 然後也非常好逛 當然各位我們這趟旅程啊 主要是專注在旅遊景點 那至於吃的話呢,真的是看到什麼就吃什麼 其實基本上喔,日本的食物也不怎麼難吃啦 哇,今天真是超冷的 所以下午呢我們就來到了出名的黑門市場 算是一個旅客區吧 就來這裡逛逛,然後順便吃午餐 所以我們是經過一間店面啦 然後看到它的生魚變很大很大 然後就進來吃了 真的是非常好吃 完全一點腥味都沒有 然後我們平均一個人大概就花了一千元 在這裡吃午餐 那至於這間店是什麼名 我是完全不記得了的 好吃吧 好吃吧 好吃 Animate Nipponbashi 然後四點多呢 我就來到Namba Station的Animate 那就算是去購買一些日本動漫的手心啦 支持一下日本動漫 這裡平均消費一樣東西都是一千元到兩千元啦 天也是很快暗 大概六點鐘天空就已經暗下來了 然後我們就去Pakon Mall去逛街啊 買衣服 順便去吃晚餐 我們在融入在日本社會吃晚餐 很大份 然後到了晚上的時間呢 我們就要回去我們的酒店 然後我們酒店就在辛在茶附近 所以我們也在這裡順便看看風景 來打卡一下 這裡算是來大阪一定要打卡的地方啦 如果沒有來這裡的話就好像沒有來過大阪這樣 而且呢這裡晚上還有兩間東京 就是首位的東京 可以逛 它有一間在Mitosuji 有一間在Totonpuri 然後這兩間店呢 就離不到一個km 我是建議大家去一邊就好了啦 它真的賣的東西是大同小異 大家早上好 現在是第二天 我們在日本 所以今天我已經有一間時間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酒店啦 所以今天呢 我們在一個Comfort Hotel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進來去一間鏡子裡 它是不是不會很大 大概200到300Squam 這邊一個宜架 卡門在收拾這裡 所以這就是一個桌子 我們很善於利用這個桌子 還有插條 鏡子 還有這個 這個冷氣基本上是不能調 然後我們廁所 然後我們廁所 在這裡 千萬不要把它擋開 當你有在用的時候 因為它會弄到那個Smoke Detector 所以這裡就是我們廁所 它不是Cream Size 但我覺得OK啦 兩個人而已 我們又不是很大隻 什麼樣子 沒有什麼 然後更扯的是你看 那邊還有一瓶水 那個水不是我們的 就講在酒店沒清理好 我們吃些杯麵 然後我們的咖啡 等一下我們要下去吃早餐啦 這是昨晚的宵夜啦 OK 我們先下去 OK 所以 我的相機 所以我現在要下去 OK 我們先下去 好 我的廚房意料是他的早餐是自助的 你可以選很多,還有很多麵包 看起來就是很健康的早餐 So,我們現在已經到完了 station,要走路去那個garden OK,我們已經到了天首歌 是天首歌,不是天首歌 OK,第二天的行程很簡單 我們首先打算去看天首歌的花園 但是我們經過的時候看到 真的是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好看 所以我們就直接往 Osaka Castle的方向去 就是天首歌 城堡裡面就是一個博物館 它記載這天首歌以往的歷史 以往的戰爭 那底層都是鏡子拍攝的 那頂樓你就可以看到戶外的風景 就一望無際看到完 下面都是人潮 在日本就太多燕了 什麼意思是太多燕 你這是在宣服 不是,這種洗淀啊 洗淀 摩托還有到白 然後我們就來到HAT5廣場 我們是逛了一下買了一點衣服 就到頂樓去坐這個HAT5的摩天輪 算是大阪至中心裡面一個屬一屬二的一個摩天輪啊 你可以看到大阪至中心周圍的風景 然後我們的晚餐也是在這裡解決的 一個茶泡的pasta 然後我們這裡的消費一共是3100元 然後你就講這個是今天的晚餐 日本人的派對 今天是在日本的第三天 現在是6點12分 我們在穿他的外套 不是穿衣服 現在我們6點12分要趕去 買一點早餐然後去車站 然後搭車直接去到Universal Studio Let's go To University Studio 好,這個人差10種吧 So來到USJ 我們這一趟是沒有買Express Passer Express Pass的意思就是讓你不用排隊 都可以直接進入到那個Ride 所有的Ride我們幾乎都是排隊的 然後排隊的時間平均起來勒 可能都要60分鐘 所以如果沒有買Express Pass 我都建議大家計劃好自己走路的路線 才去USJ玩 然後我們今天第一個Ride就是SnoopyRide 然後我們也去到Harry Potter的園區 然後Harry Potter這裡是不需要Area Time Decay 就是說它是沒有限人數的 來,我們去喝Budder Beer要嗎? 還是你可以喝嗎? 可以 你敢喝嗎? 可以 排隊一下勒 不是 但Alcoholic Hot的也可以買Hot的 可是我們現在沒有要Ride可以什麼 我試試 Go 很重的蠻熱的耶 甜甜的 是 竟然是熱的 所以 這裡可以買熱的 大概800Yen 不是800是900 800是冷的 Sorry 800是冷的 900是熱的 很厲害 我們來Super Nintendo World了 OK 所以我們要進去這邊了 特別是賣手錶了 Washbang 要拍照嗎? 去吧 哇 超漂亮的 這位在Mario OK今天來到Super Nintendo World 那第一個呢我認為必須要Ride的就是Yoshi Adventure 這個Ride就是看完所有Super Nintendo World的風景 這輪去Yoshi Adventure Then 你還可以 放到 然後 7點鐘 我們就開始排隊次了 也是排了大概45分钟到1个小时 一共花费了这样多 然后我们今天点了一个 teriyaki chicken and star rice super mushroom pizza bowl omelette rice with shrimp 味道是还蛮不错啦 ok的 都是甜甜的咯 吃饱之后下一个right很明显的就是要去 Bowser Castle 这个right就叫marokuba challenge 这个也是来super nintendo world 最主要的一个right 下来呢我们也去玩了一些比较出名的right啦 Explicable Me, Minion Mayhem,还有Harry Potter and the Forbidden Journey 我们行程首先就要去四天王室 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在下雨了 是真的是非常的遗憾 我们从酒店出来到站都一直在下雨 结果呢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路途上也很幸运的 很幸运的看到了樱花 距离樱花季其实还差两三个星期 然后我们下一站呢本来是要去Tennojizu 因为下雨的关系 我们直接去附近的Ibano Kiehl's Mall 这个是我临时在Googlemail里面找到了一个mall 我们就去逛街买衣服 之后我们就来到Shin Sekai 然后来到这里呢其实有一点点的小失望 还没有我们预期中的那么 繁黄啊 就是可能是下午的关系啦 我建议大家晚上来啦 然后下一站呢我们就要去到全世界最大旨意的 Osaka Aquarium 他入门票也不会说很贵哦 才大概87令吉一个人而已 我一直给大家看 我们在京都了 看我们的行李 是蛮辛苦的 一直要拖着行李 走快走去 我们现在要赶快去我们的hotel 先放下我们的行李线 然后我们就要出发去 看我们的行李 好不,是蛮辛苦的 现在我们要赶着去hotel先 拜拜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check-in了 在京都京都的hotel 哇,这个hotel是很不错很漂亮 最重要是看到很喜欢 没有很喜欢,他接受到 你看,不过这个坏处是他这个桌子比较小 这个桌子有电视 电话,然后我们两张窗 是分开的 然后下面可以开一个TV 那边是篮球场 没有什么看的 里面很大的可以 可以拐衣服 没关系,我们的gash全部在这里 那些东西 那我们厕所是 满美一下,你看一下 是很清晰的 厕所 还有码头 智能码头 哇 然后这边可以放slipper 有水啊 茶杯 还蛮不错 Alright各位,所以今天呢 这趟里面的1000 miles 也是有spot,是我一个luckage 就是这个voyage collection 它主打呢就是Travel Compact 然后Cravel Vista 那我拿着这个行李的时候呢 Carmen有跟我讲,其他人只知道这个行李 哇,很好看,一定很贵 然后我比较喜欢就是它这边 就是我拉链可以放一些东西 这个是我去Super Nintendo World 买的一个 popcorn盒子 所以是非常方便的 因为我可以盖住 然后就没有人懂我里面放什么尴尬的东西 这边 可以放东西 然后还有哦,这边哦 它其实还有一个拉链,看到吗 它这边隐藏一个拉链 你可以放你的牙刷啊什么什么的 然后这里就是 我们的手信啊 我们的药妆店买的手信啊 OK,大概是这样简单 OK,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这个voyage collection 它其实现在有做一个折扣 你们可以注意到我的YouTube description box下面 它有给一个code 所以你们只要输这个code 你们就可以得到10%的折扣 OK,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去它了 我再看一看 OK,等下见 拜拜 Day5也就是在定度的第二天 可以说是一个体验当地传统日本人的一天啊 因为呢,我们一来到就是要穿它的PIMONO 然后从二年版三年版一路走到清水市上面 再去看其他的寺庙 基本上都是比较放松一点 相比起在大阪呢,我们都是走路走很快的 因为好像人群很多,然后很繁忙 哈啰,大家好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走完了清水市 我们租了PIMONO就直接走那个一年版二年版三年版 你看我们两个今天好看吗 我是觉得蛮不错的 OK,所以现在我们要下回去二年一年和三年版去走走 然后看有什么手心卖 还有吃一点东西 Let's go 可以一起了啊 来 所以总结下来这几天都是比较chill啦 然后我们晚上还可以去Yodabashi Camera那边逛街 是一个蛮大蛮organized的一个mall 里面有卖很多的东西 当然呢,我就是去看相机 他们就是去看衣服 今天是第六天也是在Kyoto的第二天 第一个地点就是来到神圣的Fushimi Inari 是一个超过千年历史的庙 这里也是因为用有千本鸟具而闻名啦 它是有很多很多的Tori Gate 一下子呢,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准备去朝圣 在入口的时候还蛮多人啦 不过这个地方其实它真的很漂亮 很大 所以完全不会拥挤 然后它的建筑呢也是很独特 然后充满到非常干净 整个氛围就让这个地方感觉很深色 来这里其实就要去看它的千本鸟具啦 就是要徒步爬山 听说好像是要花两三个小时去到最高点 但是我们这一趟是没有去到最高点啦 因为我们接下来下午呢还有别的打算 所以大家来要和Tori Gate拍照的话 我也建议你们继续走 走到中间才拍照 因为人群呢自然就会散开 千万不要堵在入口处啊 因为真的很拥挤啊 你在那边拍照也是不美的 所以下午呢在Fushimi Inari Market 逛了之后吃了个午餐 我们就南下到宇治市 Yuji City 这里也是Carmen很想来的一个地方啊 他一直很想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是抹茶的发源地 他是超喜欢吃抹茶的 而且呢我们一下战争的 这个风景真的是一流 人又少 风景又好看 可以很舒服的去旅行 也是拍到很多我觉得很好看的照片 然后呢我们首先第一站是去抹茶的工厂去参观啦 然后就去了好几个寺庙去参观 最后一个寺庙呢就是平等院 我们也是有去那里去参观 它里面是一个博物馆 座罗在平等院中央呢就叫做凤凰堂啊 它的入门票就要另外算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蛮特别啦 因为它其实就是日本实验里面的图案 然后呢也在这个Matsuda Chaho 它算是一个旅游当铺啦 都是在做旅客的生意啦 吃它的冰淇淋还有喝它的抹茶 很浓的抹茶味 到了第七天我们就从京都车站搭火车去到奈朗 就是Nara 大概是个45分钟的路程 奈朗在日本呢相比起大阪 它是一个比较郊外的一个地区 那这里的景点呢几乎都不需要怎么去plan 因为你一来到呢就有好几个很值得朝圣的寺庙 那这里出名的特别就是它到处都充满着路 对就是很有礼貌的路 它们会跟你鞠躬然后给你掏冰干吃 有时候还是会很aggressive 尤其是抢冰干吃的时候 那首先呢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呢 就是在奈朗公园这边走走 还有和路互动 然后我们再去东大市 然后之后呢我们就去了二月堂 也是一个佛寺庙 然后之后我们也是在这里附近的茶馆用餐 味道算是还很不错啦 然后之后呢我们就去到比较远一点的寺庙 就是春日大社 走路大概应该要15分钟到30分钟以上 虽然是蛮远啦 但是路途上是充满着很多小路陪着你玩啦 是完全不会无聊 而且风景也很好看 所以我们也拍了很多很多照片 春日大社虽然看起来是很远很偏僻啦 但是这里其实很多日本人来喔 因为这里有很多御守 他们会来拜拜 请求恩援啊 成绩好啊 还是姻缘什么的 应该是不会过啦 那总结呢 奈郎是一个非常值得来visit的一个地方啦 来这里的话是绝对开心的 你绝对不会后悔选择来这个地方 我觉得是第一次跟那么多的路近距离接触 今天奈郎车站呢附近也是有一道街 可以去逛 然后我们这一天的行程就大概是这样子 就花一大半天在奈郎公园 然后接下来呢晚上呢 我们就回到京都 然后在那边吃晚餐 然后顺便找一个mall去逛街 alright各位 so第八天就是准备回国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卡门其实有带一点伤心的提着行李 准备离开了 so这就是我们八天七夜的日本旅行 到此分享完毕 so谢谢各位观看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